好,那我们稍微来执行一下另一个现成的范例 那这样会比较清楚 我这边先把它复制起来 用nopay++就可以了 那我先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现成范例 然后把它另存一下新档 就存在这个cs 叫thread2.cs 好,ok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开 Vidual Studio里面的那个命令列工具 Vidual Studio Tools 这边有个命令列工具 我们看一下到底 是e草 那这个里面 有没有我们刚刚所放的thread2 有 有 好,ok 好,那我们编译完之后 应该会有一个thread2.es 那就可以执行 好,那这个程式呢 输出太多了 所以我们反而看不清楚它到底输出了什么 所以我把这一个原本执行一万次改成执行十次就好了 好,这样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我现在呢,thread2它一执行之后呢 它执行了0到7是执行A 那再来呢 0到9是执行B 接下来又执行89是A ok,所以它的交错方式其实不太确定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看看 0到4是执行A 再来0到9是执行B 接下来5到9是执行A 那所以它又是一个不同的交错方式 再执行一次呢 0到5执行A 0到9执行B 再来6到9执行A 所以其实它一定会把A和B都执行完 不管我怎么执行 那但是呢 它的执行顺序是可能会是不一定的 那如果我今天把这个改成20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它的执行顺序 当我改成20的时候 本来B好像都只有一段 那你看到 哇,这次B还是只有一段 它这次呢 A全部执行完再执行B 所以它中间没有换 那再执行一次呢 ok 有交错了 0到5 然后是A 然后呢 0到19是B 再来6到19是A 好 那所以每次执行会不太一样 那如果我今天呢 就这样在这里给它做一个Sleep 好,这时候你看到的状况会是A,B,A,B,A,B,A,B 然后就是0011233445 因为它Sleep之后它会让给另外一个去执行 所以那另外一个执行到Sleep又会让给这个执行 所以就会有点交错的感觉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告诉各位现成是什么 第二个告诉各位现成的写法 那现成的写法你会给它一个函数 像这个Run 这个就是那个函数 那你给它那个函数 然后呼叫Thread Start 再呼叫Thread 然后去呼叫它的Star 这样子去包装 然后去执行 在C Sharp里面是这样 那在C元里面通常就是把传函数指标进去的 然后一样用一个Thread就去执行就可以了 也是非常类似 好,那这里我们先看的现成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些作业系统里面 比较有意思的范例 就是说在现成这个概念上面 在作业系统其实有一些蛮有趣的范例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这边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这是现成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各位在作业系统里面 应该会学一个东西叫做死结 那什么叫死结呢 上礼拜我们有说 现成用了Thread 这种有点类似平行的东西 或者是真的有多CPU的时候 你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我在修改一些共同 变数的时候 那修改共同变数 如果我这一个Thread 跟你另外一个Thread 或者这个CPU跟另外一个CPU 同时都在修改那个共同变数 就会产生结果不一定的问题 结果可能会错乱的问题 那这个结果错乱呢 通常我们要怎么解决 我们的解决方式就是 当我要修改共同变数的时候 我要先把它锁定 先锁定住 然后让其他人不能够去修改这个共同变数 那等到我修改完 我再把它解锁 解锁之后呢 别人就可以再去修改 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会可以解决掉修改共同变数的问题 但是却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如果锁定锁得不好 我锁得不好 可能我会把A锁定 然后呢接着再锁定B 那但是如果另外一个Thread 另外一个线程 它是先锁定B再锁定A 那这时候如果又很碰巧 又很碰巧这个机会非常的低 但是呢它是可能会发生的 而且如果你真的这样写的 那你可能查一年这个Bug都查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发生的机会很低 那它当掉的时候它就是当掉 你完全不知道它为什么 所以当这种很很少发生的Bug 其实对软体会产生致命的伤害 这种很少发生的Bug 但是在你多CPU或多线程的情况之下 对你这些多线程的软体 会产生非常致命的伤害 它不定期出现 使用者碰到了就骂你很烂 但是你自己抓却抓不到 那这种问题就会很麻烦 所以呢 在这里它的一个示意图是这样 就是这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一辆火车 那这个火车呢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 这台火车也是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 但是呢它的轨道在这边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形状 所以呢 当两个火车这列进来 这列又进来的时候呢 两台火车就卡住了 这个头过不去 这个头也过不去 那两个都过不去的情况之下呢 它又不能后退 所以就永远卡在这里 没有办法解决 这就叫死结 那当死结发生了之后 你的电脑的那个资源就被锁死 永远都没办法再用 别人都用不了 那这这种死结是要刻意避免 所以我们这边呢 不告诉你怎么样刻意避免 这是作业系统上面比较深的问题 比如说你在作业系统里面 应该会学到什么叫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另外你可能会学到什么 五个哲学家吃饭的问题 那些问题其实是刻意要示范死结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然后刻意用这些问题来测试 你提出的结法是不是 是不是有办法有效的解决死结的问题 那像那个五个哲学家就 的问题就很天才 但是很不卫生 为什么呢 五个哲学家问题是说 有一张圆桌 然后上面有五个哲学家 然后坐在那里 但是呢他们每个人呢 旁边都各有 各有一双筷子 但事实上只有五支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会同时吃饭 所以呢 一个哲学家坐下来一定拿起两支筷子 然后就开始吃饭 那旁边的那个哲学家呢 在这个哲学家吃饭的时候 他一定不能吃 因为他的筷子被抢走 所以呢 这时候旁边的哲学家就不能吃饭 那这里就衍生出一个卫生问题 那我吃的筷子跟你用的筷子是同一双 所以大家都这样吃来吃去 那那但是这不是他要管 他要管的是这样子 怎么样避免造成死结 那这个五个哲学家的死结很难产生 各位去想想 只有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才会产生死结呢 就是每个哲学家都先坐下来 然后呢 用左手拿起他左边的那支筷子 接下来他要用右手 拿起右边的筷子的时候呢 发现通通都拿不到 那他又不愿意把左边的筷子放下来 所以他就死结在那里 这个是很少发生的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两个 两个火车的这种死结 其实跟哲学家的很像 只是他是两个比较单纯 那但是他还是会产生死结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先执行看看 他到底死结是什么样子 好 我现在呢 执行先编译这一个daylock.cs 好 那我执行 你会发现 OK这个程式呢进去 然后呢 ablock.a 就是ab这个线程呢 去把a锁起来 好 接下来呢 ba这个线程呢 去把b锁起来 好 为什么叫ab呢 就是这个线程他会先锁a再锁b 好 那为什么叫ba呢 因为这个线程会锁b再锁a OK 那当ab锁了a 但是呢ab接下来要锁b的时候呢 没办法 因为别人已经先锁了 所以他锁不了 他根本就拿不到那个现成的锁尔权 拿不到那个变数的锁尔权 那ba呢 要锁b锁了 但是他要拿a的时候呢 又拿不到 所以呢 ba也卡在那里 ab也卡在那里 那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的程式就会比较了解 他到底在干嘛 好 现在呢 有一个变数叫做a 另外一个变数叫做b 我们都用string这个形态来做 那这个呢 slade1 slade1 其实它是一种ab形态的线程 就是他会执行这个函数ab 好 那这个ab呢 他会做什么呢 他会先锁a 然后输出锁住a了 接下来呢 他停一秒 停一秒 再去锁b 然后再输出 他锁住b了 OK 那这个是ab做的动作 那 ba做什么动作呢 ba做先锁b 然后呢 输出他锁住b了 接下来 接下来呢 又停一秒 然后呢 再锁a 然后再输出 他锁住a了 如果没有死结产生的话 这个输出应该会是ablocka ablockb balockb balocka 通通都会输出 但是因为这个程式 现在产生死结了 所以他只输出了ablocka 和balockb 也就是这一行 也就是这一行 和这一行 那中间的这两行呢 通通都没有所没有输出 那我是刻意造成他死结一定会产生 我的刻意是怎么刻意呢 我是用thread.sleep先让他去休息 他一休息就换另外一个thread执行 所以另外一个thread就会锁住b 然后接下来他才休息 锁住完b之后呢 再换这个thread去休息 接下来原本的thread又会进行 但进行他就进行不下去 他在lockb这边就卡住了 就进不来 那这边就是用lock这个东西 在csharp里面 可以处理多线程或多cpu的问题 那这个这个是我们这一个死结版本 但是你会说 那我有没有办法 让他不造成死结 其实这个死结本来发生的机会就很低 只要我把sleep给取消了 你几乎不会看到死结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把这个sleep给取消 我把sleep给取消的时候呢 其实你几乎不会看到死结 会运气很好才会看到 哎呦这里还真的有 等一下我刚刚是ok ok真的会有 那可能是这个console.rightline 这边造成他去切换 那如果我今天把console.rightline也弄掉呢 试试看 我把console.rightline给弄掉 这样试试看 好这时候呢 他就没有死结 但是问题是 哦对那没错 因为我这个输出给弄掉了 所以只会输出两行 所以没错 当我把console.rightline弄掉之后呢 他这边没有因为输出路而被切换出去 所以死结就没有产生 那这个是 这个是 没有死结的程式 但是 他在console.rightline的时候 他其实就输出了 所以这里 即使我不sleep 他也会死结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console.right 不要line呢 就可以试试看 因为rightline之后 他会清到荧幕上 这会造成他的一些延迟 那我这样试看他会不会 会 这样还是会 ok 所以如果用console.right 他还是会切换 好 所以 跟 有没有输出耐 其实没有关系 至少在这个例子上 在这个系统上面 看不到他的关系 好 那 所以这样子 就会造成死结 好 那如果 没有造成死结 再加个sleep 应该就会造成死结 好 那这是死结的一个示范 就是 这边跟我们 现在所说的网路程式设计 目前还没有办法直接关联上 但是因为我们的网路 接下来讲TCP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使用线程之类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 先把线程的这个东西的特性 先讲清楚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可以来 讲TCP程式的架构 因为TCP需要用到thread 那TCP的 像这里 我们会去 当每一条连线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立一个thread去处理它 但是TCP的程式你要避开死结很容易 因为基本上你的程式不太会碰到死结 往往我们的程式就是 只要不用公用变数的话 就绝对不会有死结产生 那TCP的程式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web server的话 其实不太需要去使用公用变数 所以是比较不会有死结产生 但是如果我要写一个网路爬虫 就是用来抓网页 像Google一样 它可以抓回全世界网页的那个东西 就会碰到一些公用变数 就可能会产生 像那个公用变数造成的那些问题 那这边呢 我们先让各位请去执行一下 上礼拜的这几个程式 第一个是现成的翻例二 那第二个是死结 这个翻例 各位先试试看